好 虽然龙年还没有到 但是为了迎接龙宝宝 妇产科呢 这个已经开始备战了 不但向其他的科别来争调床位 更从年初开始就开始增聘了护理人员 另外 迎楼业者也瞄准了 这个长辈呢 通常都会在宝宝出生之后 送金锁片的特性 因此备货量也比往年增加了三成 开心的迎接 十二年才一次的龙年商机 再过一个半月 就是龙年了 东方人一向喜欢龙 认为有富贵之气 因此每到龙年 医院里龙子龙女的数量 总会比前后几年多上好几成 为了迎接这波生产潮 医院也开始应战 迎接龙宝宝大作战 台北联合医院妇幼院区 在原本四十九张床外 又赶紧向其他科别 征召了十个床位应战 护理人员更是从年初就开始增聘 跟今年比较的话 可能会增加一成五到两成左右的一个新生儿宝宝 龙年的一个生产 然后我们今年有幸进了两位妇产科的专科医师 台心迎接新生命 除了医院备战 迎楼业者也摸权杂掌 到了龙年的话 大概会增加大概三成的满量 一个个龙造型的金氏闪闪发光 龙年还没到就由阿公阿嬷来预定 业者准备量也比以往多三成 开心迎接十二年才一次的龙年商机